大家好 今天我录了一段视频 就是我就说呀 就是中共啊 我对中共啊早有我自己的看法 对啊 我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品性啊 评价很低 我不会和中国共产党打任何交道 对吧 你说作为人呢 我不会瞧不起共产党人 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些什么品性的人 对吧 我该尊重你 我尊重你 但我和你打交道那不可能 我跟你混在一起 那是绝对不可能 我就这始终是这种态度 这中国共产党呢 他真的就说像人民群众的评价的一样 活土匪 臭流氓 臭无赖 而且是下三烂 活土匪 臭流氓 臭无赖 下三烂 他已经真就像周星驰电视里演的那样 他已经不是不要脸的程度了 他是没脸 知道吧 在以前的视频中啊 我跟大家谈到了我个人的事情 也谈到了关于共产党那个逃跑 乱七八糟这些事情 我跟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 我今天再跟大家说一遍 我给他中国共产党高层啊 写了三封上诉信 后来很快他把奥运村子就知道了 而且呢 有人呢 还拦截我这上网信 是吧 就是呢 我原来在那个重大解密二十七里头 二十几里头 我说的那个2002年他那个犯罪那个情况 我跟大家说清楚吧 就是他他这身流氓犯罪的情况 我跟大家说清楚 后来我不是上那个中央那去上访写了三封信吗 就他们这个犯罪头 还从还想从中间拦截呢 其实我们和共产党之间这件事非常清楚 第一你共产党公布历史真相 第二 你公开的公开我们的财产真相 对不对啊 你公开我的财产真相 第三你处决罪犯 第四你不要再绑架劫持我们家人 你进行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 勾搭 这是犯罪 你们自己法律定的这种刑罪不也是死刑吗 你要执行啊 十座罕见的臭无赖啊 历史真相不公布 财产真相不公布 罪犯不处理 继续把我们绑架劫持求尽 然后在外面我一看 我都不出门 我连楼都不用下 我就知道 共产党肯定今儿又到什么窑了 臭流氓啊 你这这这 哎呀这个臭无赖啊 十座罕见的臭无赖啊 我跟凶老说我是上法庭 咱就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法庭就行 他又不敢去 对不对 天天跟我的拖 跟我的耍无赖 在我们家里用微波武器 对我妻子进行虐待 在我们家里用微波武器虐待我 等于把我们关在精神病院里给我耍流氓 你不就是为了钱吧 掩盖罪行吗 想挽回败局吗 掩盖你的骗局吗 那不可能的 早已经事实真相都公布了嘛 这这么不要脸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 包括你江泽民呢 习近平啊 你作为政治家 要做臭流氓臭无赖 做到这份上 你就没必要再搞什么政治了 下台就完了 你这是挣钱吧 你耍流氓啊 这是 你这么挣钱呢 耍流氓挣钱呢 你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 你要是作为国家领导人 成为这样一个臭流氓 你就没必要干了 下台就完了 我们家有多少钱 我要求你财产公布 我们干干净净的 我们不拿人民群众的钱 也不占你共产党的钱 我们拿着自己的钱 你别人在霸占着我们财产 天天跟我这耍流氓 没完没了的胡锦涛乱折 你这种臭流氓的把戏 我见得多了 我天天在屋子里 跟这凶手 跟他用微波 我用声波跟他对抗嘛 我说嘿 臭流氓你什么时候走啊 都到这种程度了 三四年前就这样了 没见过这样的臭流氓 这个臭无赖啊 要点脸吧 我跟你说啊 共产党人啊 知道怎么去做人吧 你共产党人知道怎么做什么 死 你们死 你们就获得重生 你们死一回就重生了 是吧 还做共产党人吗 别做了 操你妈呀 这段子绝孙的 别再这么缺德了 知道吗 那是不得好死的 这是臭无赖啊 一窝子一窝子臭流氓啊 我希望你共产党赶紧还钱 公布历史真相 公布我财产真相 我没部分关心你王岐山的打击吧 你他妈愿意操这操这你他妈把人叫这傻屁操的 你他妈不是傻屁操的 你叫王岐山上加入共产党吗 你他妈叫这天生傻屁操的 赶紧赶紧还钱放上公布历史真相 该走人赶紧走人 成群结队的处死 赶紧走 赶紧走 臭你妈的臭不要的臭无赖 他们这群流氓无赖 你再他们不走 金融危机 战争等着等着你们 杀干净你们的臭流氓 臭表子养的 狗糙你妈的生的